國道1號永康斷救護車救人搶時間 狂飆一讓休旅車擋在正前方 還亮起煞車燈 靜止不動長達一分鐘 鳴笛要休旅車駕駛快讓道 沒想到駕駛居然開門下車 一臉慌張摸頭 疑似以為是警車要攔查 救護車和警車鳴笛聲 似乎搞不清楚 你現在是怎樣 你現在是怎樣 6號晚上7點多 駕駛在國道上停車擋到 發現阻礙救護瞬間衝回車上 催油門加速開走 但整個過程被排下 不管是不是故意擋住救護車 下場恐怕都很慘 離譜意外還有追起 高雄左營區白色字小客 突然往分隔島衝撞 嚇到騎腳踏車的阿貝 也讓一旁路人傻眼 車頭衝過分隔島 但兩後輪卡住動彈不得 前方表示駕駛沒有酒駕 疑似誤看行人浩志 亮起綠燈以為可以通行 路況不熟大搞烏龍 網友調侃駕駛 駕駛挑戰道路障礙賽 結果闖關失敗 恐怕愛車維修 荷包大實現 這談談高雄 綜合報導 在開發開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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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在開發發開啟發開啟發開啟發發 跑開啟發啟發開啟發的